大家好,我是海娟 今天分享一个好吃的香酥大油饼 看一下表皮特别的酥脆 里面特别喧软 掰开里面看一下 过程配比都特别的简单 如果您喜欢吃这种酥脆的大炸饼 别忘了给海娟点赞加收藏 有时间试作油 盆中加入一斤的普通面粉 放3.5克的酵母 1克的小苏打 2克的无铝泡打粉 根据自己的口味 加白糖 我加了是50克 加入30克到40克的红麻油 再打入一颗鸡蛋 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匀以后再加入180克的温水 继续搅拌 搅成这种大面絮状 揉成面团 这面团需要多揉一会儿 一定要把面揉透 让所有的食材融合在一起 揉透揉匀 看一下表面光滑的状态 盖上盖子饧成20分钟 20分钟后取出饧发好的面团 给面团搓揉 排进里面的气体 揉好的面团直接搓成长头状 切分成大小均匀的面机子 一个面机子大约120克左右 把每一份面机子 由外向里揉匀 揉成圆形的小面团 一次做好 揉好的面机子 直接压扁 擀开 擀成圆形薄饼中 一边转动一边擀 这样擀出的饼薄厚一只 擀好的饼皮对折 中间给它切上两刀 两端不要切断 一个生皮就制作完成了 制作好的饼皮 盖上保鲜膜 二次饧发15分钟 起锅烧油 油温达到四五成热 也就是有一点小气泡 放入饧发好的生皮 放入锅中以后 不要着急翻动 全程保持中小火慢炸 炸制的过程中 我们会发现这个饼 越来越蓬松 已经鼓起来了 这时候给它翻面 翻面以后 也始终保持中小火慢炸 二分钟以后 看一下饼的另一边 也达到金黄色了 即可控油出锅 喜欢这个做法 早餐我们再也不用愁 出去买了 加上一碗豆浆 或者是牛奶 简简单单又省事儿 好